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使攻略這個網址 身邊嘉賓Arno在此 Arno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Arno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要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都放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 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跟著跟大家先跟進港股 現在最新走勢 恆指現在跌轉升 未升2點 負28961點 國際指數也升1點 負11577點 而大肆成交金額暫時是752億多 主要A股方面 看到主要指數都可以向上 譬如上正升11點 負3039點 深正升107點 負9491點 而創意版指數更加升 近2% 負1649點 升29點 跟Arno說回大事情況 今早恆指表現反覆覆 仍然在幾百點區間上落 在這裏運行 但現在市場仍然是強 即使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但回托壓力也不算很大 每次落到10天線都見到我的支持 是不是一天不穿10天線 大家都可以繼續看好後市呢 其實就算穿了10天線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多擔心 跟今早的看法一樣 你真的找個位置做參考 起碼都說250天線 未來即使這些位置調整三四百點 我都覺得不會是一個大問題 雖然你說這段時間 幾次都不能夠成功突破 兩萬九千點這些阻力位 但是又不需要說這個阻力很大 或者預料真的升不上的跡象 因為問題就是 大家只是關注A股 究竟是炒完美 這個相關的 炒完美或者兩會的消息 能不能夠進一步刺激等等 如果回到今早兩會提及到的消息 你講經濟增長目標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6至6.5%的區間 是可以理解 起碼我會覺得有個信心 內地今年的經濟狀況 不會說差得很緊要 譬如說一些減稅相關措施 一定會直接刺激到企業的盈利能力 所以你說說 其實就特別在內地股市方面 短線我覺得都有機會形成一個炒作 只不過這兩個星期 真的升得太過急了 所以你說短線來說 可能是個個位准股 上證綜合指數也是維持今次的看法 你知道上證綜合指數不穿3000點 這些水柄 你恒指高位調整沒有問題 不穿250點線一樣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A股再破頂 其實恒指都隨時有機會上29000點 樓上 整個目標仍然是看30000點 這些位置 好 講完大市之後 就跟Arnold說一下騰訊 因為見到他今天都可以說是支撐大市 一隻股品都貢獻了大市 貢獻了大市成幾十點 騰訊昨天已經升超過3% 今天繼續走勢的行為 現在都升超過3.4% 佈了358.8% 現在暫時見到日內的高位 這兩天騰訊其實都有不少消息 包括入圍 競構南韓電子電腦遊戲公司的股權 有計劃增加對中國電子競技的投資等等 大家應該怎樣解讀這些消息 Arnold 對他的遊戲業務有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騰訊 在電競方面 留意很多時候公司做電競 未必是直接說遊戲收入 因為問題在投資電競上 是說很多地方政府進行補貼搞比賽 其實你說電競行業裡面 現階段有一半以上的盈利能力 或者是收入來源 都是來自一些廣告 或者是贊助 即是一些贊助為主 所以你說搞電競 其實是一個娛樂性的節目 一個比賽一個類似體育成事等等 所以對於推動遊戲收入來說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其實看回一些大型的遊戲研究報告上面 說整個2018年 在電競不同的環節上面 即是說一些贊助 廣告費用 或者硬件銷售上面 普遍來說受惠電競項目 都是有特性 是唯獨在遊戲發行箱上面 整個2018年來說 收入有一個按連下跌的情況在 所以電競的發展未必對遊戲業有很大幫助 但是騰訊搞電競 我覺得都不會視為負面 或者怎樣都是看一個正面 因為始終對於網絡廣告 或者在其他的網上媒體上面 是會有一個很正面的幫助 發展趨勢是正確的 但是我想最主要是這幾天 騰訊真的有很多消息相關 不斷地在 今天股價終於開始反映這些消息在 其實除了之前說的搞電競這些消息之外 也包括他們日本韓國 南韓公司 一些相關大型的遊戲公司上面 也都說好像一些研究報告上面 也都說他二月份的收入 王者榮耀的收入很強 這些因素是的確刺激到股價 但是我覺得對於騰訊的看法上面 我不會說看得太過負面 因為說這一刻市場的氣氛是好 很少你說騰訊會逆市會下跌 但是問題就是 還會不會有一個炒作空間在這裡 其實始終我覺得 第四季的業績都會仍然是一個隱憂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業績前應該沒有問題 還有條件推上 但是我又不會期望騰訊 會有一個大翻身的情況 因為始終我覺得 對於內地遊戲業的看法上面 我現階段仍然是看得比較負面的 安娜來到他的手遊業務 或者遊戲業務 你是不是都仍然有點擔心呢 因為剛才你也有提到 有一些勸商也有說到 他旗下的遊戲王者榮耀 在今年2月總付費創新高 去到70億元人民幣 所以他們可能對集團 今年首季的手遊 收入都是比較正面的 你看到接下來可能正面了 但是之前的業績 今天會公佈過第四季 和上年的業績 那個因素 是否都是比較偏向忠誠 或者偏向悲觀 是接下來在前面呢 剛剛看到那份報告 應該是說野村那份報告 他在說騰訊在2月份 那個王者榮耀的收入 總付費數目達到71億人民幣 比1月份的30億來講 有個大幅增長 主要是說到這樣 但是留意說 最主要是說原因 是因為王者榮耀進行了一些 大型的更新版本 其實留意所有手遊 都是有個同樣的情況 當進行大量更新的時候 有些新的資料爆 有些新的英雄去買了 的確是可能會吸引到人去提前消費的 所以你說可能2月份 我首先不會質疑 說數據是正確的 搞定數據是正確的 但是代言不代表是十分正面 真的保留一點點 因為問題是很多手遊都是這樣 進行大量更新之後 可能你說更新月短線方面是OK的 但問題是說很多人 只是提前消費 未來3、4月份的表現是怎樣 你仍然是引誘的 其實很多手遊公司 都出現過這些問題 進行大量更新之後 單月有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但問題是去到下一個月 因為問題是人們已經提前消費的時候 收入可以有個超恐怖的跌幅出現 也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如果正是看王者榮耀的遊戲收入上面 我不會過份解讀的 我也都相信 你說在大安報告上面 又不可以說錯了 譬如說內地停批一些網友 相關沒有什麼新遊戲出來 好像過往來說 提及到推出的遊戲版權上面 都不是什麼特別熱門 受歡迎的遊戲在那裡 所以這個情況會導致到內地方面 王者榮耀 仍然都是一些主流的遊戲 他們會有競爭力在那裡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跟之前電競的因素出發點一弱 現階段 內地其實就是牽涉著 參與遊戲的人數 未必好像以往有大幅上升的情況 有兩個因素 第一方面電競 其實很多人選擇 可能是看多一個去玩 第二方面就是有一個因素 始終都是那些監管問題 你說現階段 譬如兩會之前 昨天都有說過騰訊 未來都會推動一些家長監控 或者說未來的一方面 整體而言 玩家的數目上面 我相信 都會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所以你說遊戲業務 我覺得騰訊未來 未必是一些太大的兩點 就算好像今天提及到 他們買一些韓國的遊戲公司 這個我都不會視為一個 很重大的利好因素 但是始終跟第三季的業績情況相似 我相信第四季上面 遊戲業務未必會有驚喜 但是問題就是一些非遊戲業務 好像一些網絡廣告 媒體的表現上面 這些表現我都會相信 仍然是出色的 所以短線方面 我想騰訊 也有機會跟隨著大市 再升多一陣 但是你說 我覺得你要望到400元 這些位置 我就不建議抱一個這樣的憧憬 我會建議就借住這輪市況上 可能你是後騰訊 彈到380元 這些位置去減肆 因為剛好在我們的Facebook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就有朋友問我們700 可以上網多少呢 Mano剛才也說到 可能暫時 現階段就望著380元 這個水位左右 好了 說完騰訊之後 不如我們先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再跟Mano談談過股 首先回答Bang的問題 Bang說他有1299元 有幫 他就是74.2元 有貨的 這隻有幫 想知道可以上網多少呢 或者指洩位 這裏應該一定是哪裏呢 除了Bang之外 還有一位朋友 Caseer 也有說他有1299元 每天都是74元 有貨的 我想問一下 現在應該為何部署好呢 是否應該要走呢 怎麼看有幫的走勢呢 看看有幫這兩天 有個從高位回落的跡象 但是始終整個形態上 仍然是良好 我覺得 上升勢頭短 我預料不會被打破 因為始終有幫 大家仍然會憧憬在出業職的時候 有機會派特別息 甚至內地開放的市場量 這些仍然是一些比較正面的因素 但是老實說 有幫我覺得都做好心理準備 特別是開放內地市場這個因素 是相對地比較長遠的 短炒方面 只是說可能你真的炒 特別息這些相關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 第一方面衡量自己 打算做些甚麼部署 如果你是短線 想搏一搏 我想有幫升這麼多 短線來說 可能會有獲利回吐的風險在 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短線試一試 75元這些水平 也不出奇的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有幫只要不穿70元 我都會建議 就是中長線炸著 今年來說 我覺得右幫 仍然會有條件 這麼看好的 好 現在右幫 現在跌跌1.5% 佈在77.3% 接著我們又再回答 Youtube朋友仔問題 以及Facebook朋友仔的問題 有朋友仔想問 3147 就是ETF 他想問一下 這隻ETF 應該怎樣部署 以及問一下 你甚麼價位入口 3147 就是南空都已經出的 就是創業版的指數 你看到現在 亦可以升到0.5% 佈在6.95元 這隻股份 如果想做部署的話 有沒有甚麼建議 其實內地創業版的現階段 最主要都是受到 兩會中提及到 科創版的相關消息 近期來說 是一個非常熱炒的版化 所以都導致升了比較多 其實最主要都是看回內地資金 仍然有沒有持續炒作 這些真正在說一些 投機性因素 我不會特別因為這個因素而看好 但是短線方面 真是不排除 還會有一個炒作 因為問題是 始終你看到內地股市 整體而言 雖然你說不算升得多 但是成交金額仍然是活躍的 那你就只要說 沒有甚麼特別的負面消息 或者說沒有特別出現一個獲利回到 以內地的炒風來講 通常都還會有可能繼續炒上去 都不出席 所以你是真正在說一些投機炒作 公主策略上我覺得 例如你說這些位置 再以6.5做止洩位 就看到大約8元這些位置 好 接著再答下一個問題 有朋友想問是鐵塔7-800元 他就說他入貨價 買入價是1.68元 問一下可否上網到2元呢 前景又樂不樂觀呢 我想短線方面 要立即見2元 我想機會不大 因為始終業績出到來 不算特別良麗 大家亦都有些說派息不算話 特別驚喜 但是始終我看回 譬如出了業績上面的大安報告 這樣說 其實你說整體炎鐵塔的業績 都大致上 符合他們的預期之內 未來 你說5G的發展上面 都是有利於鐵塔公司 營利前景是很穩定的 但問題是短線方面 股值 還有沒有大幅向上修條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 但今天看到譬如高盛 就將目標價跳到2.1號 應該是說這幾個月來 一個看得比較樂觀的一間大行 所以你說未來來 始終5G仍然是炒作的焦點 我想鐵塔給多一點時間 都有機會看回2元 但我想你出完業績之後 我自己預料的股價 都是大約徘徊區間 大約是過7至2元這些水平 好啊 除了5G之外 那些家電 會不會都是大家的熱炒主題 或者目標 你有沒有看到朋友 就想問這751創圍數碼 他就說它2.6就有貨 想知道它上網多少呢 看到今天一天都升超近 現在暫時都升超過8% 昨天都升了4% 你又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安娜 始終都是牽涉著 在差不多接近1月的時候 提及過太舊緩優的相關因素 當時1月份炒起來 最主要提及到內地會 會進行推4K電視 希望普及化 當時甚至農村地方 都要進行4K電視 其實最主要原因 我覺得就是留意大陸方面 最近為了一些刺激方案 推動消費上 的確是電視機這個行業 暫時又再次吃香 有些政策 包括未來內地會搞 可能未來4K會相對廣播 會普及化 可能今天也有些消息 甚至會推出8K等等 其實你是說實際上的幫助 我覺得未必會想像中那麼大 但問題是說現階段 特別內地 很多跟5G有關相關的概念 都拉在一起 你在說電視行業上面 特別是這些4K輸出 或者是8K輸出上面 跟5G的關聯性很大 所以短線方面 其實你是說這些家電股 最大的優勢 就是說他們的估值 都不算特別貴 還可能會有一個炒作 大家會憧憬 未來電視機的出貨量 可能再有條件做好一點 但老實地說 我覺得這些都是在概念為主 實際上我又不相信 電視機的出貨量 會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所以你在部署策略上面 整體研建議都是順著個勢去炒 如果你在圖表形態上 今天又再向上突破 我想你看走勢上面 望到3元這些位置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位置會建議 起碼等3元才去獲利 而短線方面 只要不再穿2月份的低位的話 大約是2.3、2.4這些水平 可以繼續拿著 好的 那這位投資者 又參加安隆的建議 接著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在等我們 李小姐 你好 是 支持人 你們好 你好 我是7-8-8沒有貨 我想問7-8-8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哪個價位是適宜入 還有那次贊子時 麻煩你 好的 那就和安隆聊一下 家庭觀眾 李小姐就是想問7-8-8中國貼答 其實剛才都談了一段 這位小姐是不同的 她就沒有貨在手 她就知道現在什麼價位可以入行 給她一些指贊指示 剛剛都在說 我預料鐵塔的波幅區間 大約過7-2 元這些水平 我相信它的估值短線方面 不會再大幅提升 所以我覺得 又想買鐵塔 其實做好心理準備 不要想著鐵塔 可以再好像過去3-4個月 有個長升長有的升勢 因為今次業績出來了 公司的透明度 已經是比以往高出了很多 很多大行的看法 大致上是上次 所以市場不會說 對這間公司 特別再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所以它的估值 即是股價 短期來說 不會再好像以往 有一個大升勢 但我覺得是硬正的 應該始終說 鐵塔現階段的基本面 仍然是樂觀 我會建議 一個7毫半這些位置買 如果設定指涉位 以過陸做指涉 目標看良問這些水平 好啊 麻煩李小姐的電話 接著我們又聽到家庭觀眾 我想買175 是 吉利 好啊 看看哪些價位好賣 好啊 好啊 那我跟阿奴聊一下 吉利 車股 這位李小姐想買175吉利 想知道哪些價位可以考慮一下 吉利我不建議買 是的 雖然短線我覺得 有機會升多一層 可能見到10乘米的水平 但我覺得真是搏不過 因為短線升 可能受惠內地推一些汽車 相關減稅那些相關政策 大家憧憬銷售有機會做好一點點 但問題吉利 短線的風險真的十分之大 其實近期升上來某一個原因 大家見到吉利一月份的汽車銷量 有個明顯很短的跡象在 減價促銷是帶來一些幫助 但問題這個因素 跟之前說的騰術王者永遠的 有少許相似 減價促銷對於一月份固然有幫助 但這些效應 不一定是長久 大家會擔心二月份 它的汽車銷售會再次有一個很疲弱 很疲弱的表現 如果你看到股價出市 有機會再調頭向下一塊 所以我覺得汽車股 暫時來說這個版塊 我都不會建議大家去買 好 最後我們再跟Anno 回答多個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一隻293 國泰 他自己有貨在手 他去12個多就有貨 就算知道 現在聽到他好像說 有一單收購 說會收購香港快運 他知道對國泰的影響 會負面很多 還是正面多呢 如果你說真的要衡量好和壞 我覺得其實很老實 可以說是屬於中城 大家看法上面大行 會覺得會負面少少 因為說問題 大家看不到協同效應在這裏 純粹真的說 去拿多幾間航空公司的股權 而說這間香港快運 或者香港航空上 來未來的營運前景上 大家都覺得不明白 純粹負面是這一方面 你說正面方面 其實能夠做到一個協同效應 其實說的是非常之難 因為說的是航線又相近 其實真的是說 對於航空公司的角度 可能拿到其他公司的股權 去攤分競爭風險在這裏 但是又不會很影響股價 因為預料 其實應該不會有一個很龐大的作價 所以未來要留意這單消息 會不會說 最終作價是很誇張的大 如果看到 當然股價會有一定的壓力 甚至下12元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但其實你說 我覺得最壞的情況 都是下12元 可以繼續榨 因為始終國泰的盈氣 的確有驚喜 而未來我還是建議 值得繼續榨 看它3月13日的業績 在裏面一些的營運數字上面 我都預料會有一個持續改善的情況 在這裏 如果數字上面 比市場看到 整個國泰的轉型狀況 是成功 或者是有一個進展在這裏 我相信它的估值 都還有條件提升的 我的目標都仍然看到16.5元這些位置 那如果現在未有貨 大家又應該敲哪個價位去買呢 其實這些水平買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始終都不是說 只是在出現業績之後 可以馬上 可以升到之前所說的目標價 現段主義是覺得 國泰的估值有條件 可以提升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大家不會再看得太負面 所以國泰方面 始終都是一些比較中線的部署 看到16.5元這些水平 這些位置的上網空間 都有成差不多接近兩息 我覺得這些位置買到沒有問題 國泰現在可以升超過3.2% 佈在13.44元 大家又可以參考Anno的建議 好 這一節都和Anno你談到這裡 都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Anno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